最後一年終於打出來了 然後教練有鼓勵我 他說不錯啊 努力了三年終於有成果了 然後我很開心 久都最後一年了 因為真的打三年了 前兩年都沒進 所以就好好拚一個 就很開心啊 很爽 進期十二強了 很開心 心情當然是很替他們開心 因為畢竟球是他們在打 那他們很棒 就是雖然過程不是很完美 可是他們達到我要的東西 做不好啊或幹嘛 然後現在就會罵日人 經驗受傷 然後前兩年都沒有進期啊 就是今天那麼累 可是都沒有成果 對… 隊友就會覺得離開 然後看到隊友 受不了那種高強度的缺點 然後離開 心裡的感覺是不好受的 那種是最能克服的 其實也不只他們想要放棄 去年其實我們說真的 我們球員跟教練都想要放棄 因為第一個之前的學校 就是不是那麼支持啦 然後是因為我們老校長回歸 之後他支持我們 然後球員有信心 我就跟他說讓我們拚一次看看 就這樣 團隊 就真的 真的最後年就大家真的變愉快了 之前都是一團團團一樣 然後最後年真的變愉快 我們都打團隊 謝謝大家支持我們 然後我會好好表現的 謝謝隊友 謝謝球迷啊 就是 有些謝謝他們 我們都知道 12強會盡力 就今天會打到8強 你不要讓他不失望 對 教練今年設給我們的目標是8強 不能就在12強制 不能因為這樣12強制 對啊 最大的進步就是心態 他們的 從高一高二沒有意志力 沒有辛龍的韌性 到現在他們有 拼近韌性然後意志力 身體有法在派出 跟他談論 在辣州 和 我們就拍你的